就是國台辦的發言人馬曉光今天他表示 就是上海復興藥廠有BNT的 中國的這個代理 大中華地區的代理權 那近期其實臺灣的一些縣市或者是企業 都有跟復興公司 洽購疫苗的一些意願 那想要問一下說 因為現在其實復興公司也是很有意願願意 提供企業或者是臺灣的一些地方政府 這個原廠的授權書 但我們想問的是說 請問如果說復興真的給了 原廠授權書 那我們會接受這一張原廠授權書嗎 以上 謝謝 第一個看看就是就是BNT的嘛 就原廠製造商的 一個證明 供貨證明 或是他的一個授權書 那提出來我們當然是會來積極辦理 剛才還講再澄清一下 就現在其實在我所瞭解 的情況下 世界各大疫苗廠 基本上是不 就說基本上是跟 針對是國家 裡面 跟政府來做往來 那至於在郭董事長這邊 那這段時間他也非常的努力 那我們也提供了相關的一些 一些罕見 那我相信他持續在努力中了 不過我相信也會碰到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各大疫苗廠 到目前來講 基本上的一個 政策方向都是跟國家往來 往來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當然也會繼續跟 郭董事長繼續來聯絡 溝通